肖默道牧师是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 今天众礼礼品 没有开玩笑的 我们能够这样做 都是很多是教会的支持 也是特别肖默师 长久来一直都很支持 也关注这些议题 所以我请特别今天请肖默师 来为我们免疫几句 也为我们做开始做个祷告 好吧 好肖默师 那本来应该是上个礼拜 就是要讲这个话 结果我手机没有打开 所以也没有听到闹铃 所以我就后来就耽误了 那今天很高兴 就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几句话 那这牧师也是我长期 我们合作的同工 也看到神特别在这个青少年这一代 在这个价值观 世界观上边 是一个被神使用的一个牧者 那这个课程很重要 因为在以赛亚书二章二节说 在末后的日子里边 耶和华的山壁 坚立超过都山 高举过于万岭 万民都要留归这山 那七山呢 这个理论其实有二三十年了 但是不被教会和弟兄姐妹所认识 要知道今天呢 因为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把一个宗教的生活 和信仰生活呢 分成两边 这是宗教的 这是世俗的 没有 这样基督徒活在世上呢 却怎么样能够活出一个生理的见证来 而且呢 在一个重要的几个这个领域 比如说是娱乐 商界 宗教 媒体 教育 家庭和政府呢 去参与 你不参与 就会被敌人所夺走 这样我们看到 纵观世界 无论是美国和其他国家 我们基督徒 我们总觉得世界很邪恶 我们呢 就远离 远离结果呢 世界不是越来越好 而且越来越糟糕 那今天我们要反弃到二行之 要重新 要用 我们这个一个价值观 世界观怎么样 要来影响这个世界 所以这是一个 做光做炎的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原则 所以巴不得我们学到这些之后呢 我们不只是我们自己生命改变 而真的能在这个时代 能影响这个世界 特别是七个重要山头呢 我们要一个一个夺回来 其实不容易 为什么呢 这七个山头都被敌人所攻占 而且都是七个营垒 但是总有一个开始的时候 当你开始这一步的时候呢 一会儿十年二十年 三十年五十年 我们看到的 这山头呢 重新会到神的手里边 阿们 我们先做个道理 谢谢 我们白星 你有这么多学员来自世界各地 我们一起来 为了这七个山头 这样一个攻占这个无略 这样一个意象 我们来说 你都来听啊 这个工作真的挺好的 我可以分享 我们亲自来帮助 这些牧师 他的领受 能够清楚地分享出来 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 在各行各业 我们能够起来 领受这样的意象 不但我们自己被神来使用 也影响这个企业 影响这个领域 让神的光 让神的这个恩典 但是神的这样一个 看一个这样一个治理 能够变满全力 各位 谢谢您 继续帮助我们老师和同学 让我们一起学习 一起长进 祷告祈求 是奉主耶和基督得下的灵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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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谢谢肖牧师 在绑王之中 来 好 谢谢 谢谢肖牧师 好 好 Cindy 那我们你今天就分享 那个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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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分享一下 你就开始 好 OK 我今天分享是 Fancy Schaefer Fancy Schaefer 对 Fancy是美国福音派神学家 哲学家和长老回牧师 他最著名的是与妻子 Edith Schaefer 共同创立了瑞士的 LeBrie社区 他反对神学 现代主义 倡导了根据 历史性的新教徒信仰 和基督教护教学 他认为 这可以回答 时代的问题 他是作为 20世纪最重要的 福音派思想家之一 他长期以来 一直在思考 西方文化的衰落 Schaefer 是在1912年 出生于 宾州的一个小镇 父亲只有小学毕业 母亲有忧郁症倾向 他从小就体会到 人生的复杂性 他17岁姓主 1935年娶了妻子 Edith Schaefer 她是一位出生在中国 是由Hudson Taylor 所创立的 中国内敌会的宣教师的女儿 Schaefer 1937年毕业于 Faith Theology Seminary 在美国三所不同的教堂任之后 于1948年搬到瑞士 他在移居瑞士的三四年后 他经历了一场 深刻的属灵危机 这源于一次教会的分裂 这个教会在 第一次分裂后的一年内 又经历了随后的分裂 分为两个教派 这让他们很困扰 因为基督徒之间缺乏癌 特别是在有分歧的地方 当时他们曾为以下的问题而苦恼 人们怎么会在教会中 代表上帝的圣洁和教义的纯正 却在个人行为上 却表现得如此敌对和丑陋呢 但是当他回到圣经 他再次从上帝 对自己的启示中找到答案 他在从圣经 在西方文明历史中的 影响力中找到答案 他恢复了对圣经真理的信心 他发现神对人的启示的中心主题是 他对人的爱 而人要以信任和依靠他 来回应这份爱 他的神学观点非常的独特 他认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这是一切的基础 在今天许多基督徒都忽略了 这一世一样重要 他认为当今的人们 已经无法回答这个关键的问题 我是谁 人与机器的区别在哪里 我们被创造与上帝建立联系 与其他任何被造的生命都不一样 这种差异使真正的爱成为可能 西方认为 人是有独特内在的尊严 是因为我们与永恒的神有一种连接 如果神不存在 或人不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 那么人的尊严就没有基础 对于Schieffer来说 这样的确信 使他帮助了许多失落的年轻人 看到自身的价值和尊严 这也使他为那些未出生的婴儿 刚出生的婴儿 残障人士和老年人来发生 所以他很早就开始讨论流产 杀因和安乐死的问题 Schieffer的著作《基督徒宣言》 于1981年出版 随后于1982年以讲道的形式发布 该书旨在作为基督教徒 对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 和1973年的人道主义宣言的回应 他认为当今西方文明的衰退 是因为社会变得越来越多元化 导致人们从记忆中 至少隐约可见的基督教世界观 转向完全不同的事物 Schieffer认为这是一场哲学斗争 在书的讲道版中 Schieffer将世俗的人本主义 定义为一种世界观 世俗的人本主义 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 他写道 在今天社会各层面的人们 对真理重视的下降 是因为教会已经放弃了 成为文化的盐分的责任 在基督徒宣言中 Schieffer的论点很简单 美国最初是一个根据于圣经原则的国家 但是随着社会变得更加多元化 随着每一波新移民的涌现 世俗人本主义 新哲学的拥护者逐渐成为控制政府政策的主导者 由于人本主义者将人类进步 而不是上帝 置于他们考虑政策的中心 因此他们以各种不敬钱的方式 推动了美国文化 最明显的结果 包括合法堕胎和公立学校的世俗化 在基督徒宣言的结尾 Schieffer呼吁基督徒使用公民的权利 来恢复圣经道德 他眺望了基督徒参政的热情 他敦促福音派人士参与政策 他写了将近20本书 和拍了一些视频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 How Should We Then Live?和Christian Manifesto 好的不好意思 掌握大家谢谢 太精彩了吧 这个就是在攻占媒体了 谢谢 谢谢 哇 谢谢心里 有挑战才有出货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这个 你把以下的底下 要那个 President的 这个压力就更大了 哈哈哈哈 不过 把今天所要讲的都 都讲过去了 OK 等一下 我这个 要把它弄过来才行 OK 荧幕看不太见 只有一个phone OK 那我再重新 share一下 不要像上次又 就有那个 OK 现在可以了吗 现在可以了 OK 其实我还是要 欢迎有没有 或是等到最好 欢迎特别 从不同国家来上线 希望你们不要 等一下 不要马上下线 OK 好 今天我们是第二课了 欢迎来到我们这个 世界观2.0 成为73的变革推动者 我们今天是第二课 73策略 上礼拜是入室而不属室 下礼拜开始以后呢 我们就会实际的来探讨 这些三头 所以今天上周跟这周呢 等于还是在做一个foundation 这一个introduction 那我们准备好 不要一下就进去 如果没有准备好 一下进去就被打败了 书应该都已经到了死者了 有些同学也拿到书了 当然这个你能够都看完是最好的 基本上你可以按照 我给你那个进度来 来读这些书 我可能还是会调整 因为说实在来这是我第一次带这个课 我还不每一次 今天的课我是刚刚才组好的 所以呢 大家能够一起来学习 希望大家都能够留下来参加这个讨论 如果你是第一次今天来参加的 这是我们有证书的一些要求 如果你要拿到这个证书的话 你把世界观1.0给补上 然后八堂课 然后读完 通过期末考 最后写个一些 这个个人或小组的一些 你要如何去特定影响这个领域的报告 我们刚刚谢谢Sindy姐妹为我们介绍了Francis Sheffer 其实他呢 是所有世界观里面呢 等于算是一个鼻祖啦 我那时候修Chuck Coulson的课程的时候呢 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会进入这个世界观领域呢 他就说是因为他读了Francis Sheffer的书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一代一代人的影响 我大女儿也去过他瑞士那个Labrie 刚刚有提到 但他去的时候已经Sheffer不在了 是他的下一代还在那里做这个事情 你就可以让年轻人在那里住几天 然后招待你 然后跟你谈这些世界观信仰的事情 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第二课 七三策略 我用这个图呢 大概来解释一下 就可能比较清楚 刚刚夏牧师也提到这个经文 末后的日子 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超乎驻山 高举过万里 万民都要留归这山 那这个意象呢 是Bill Bright 就是现在的 所谓Campus Couset校园团契的创办人 跟Loren Kenahan 是YWAM 两个他们都是做Mission的 他们在1975年呢 同时候都领受到神给他们这七个领域 七个山头的这样的一个意象 就是说呢 影响社会的文化的主要的这些领域呢 就是这七个领域 那 当然了 这里他 如果用ABC刚好也很好记 A是Art Entertainment B就是Business C是Church D是Medium Distribution E教育 F Family G Government 那后来以后呢 French Sheffer 也领受到这样的意象 那你 我们的教科书 Change Aging 也叫Pet Robertson 后来呢 其实更多是让这个 Peter Wenger 来推广 很多时候因为这些推广的这些呢 都是属于所谓的比较 好像人家说以为是 零恩派的 所以很多时候 大家一想到七三策略 好像就变成说 哦 这是零恩派的 那其实呢 因为别的东派不谈 我想是这样吧 OK 那 他这里就说 不是神学 是一种社会文化的策略 不是表示基督徒要统治世界 而是基督徒要在爱和怜悯中服侍 活出基督徒的榜样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 OK Ostelman就是我们这个Change Aging的教科书 他这里提到说 如果我们要为耶稣基督影响任何国家 那么我们将必须影响作为任何社会支出的七个领域或三头 这些是战场 在这里将会决定文化胜负 所以我们就准备要进入这战场了 教康 夏牧师或是我想我们这从去年开始 都让我们觉醒到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在意 就是因为我们待在教会太久了 我们没有出去影响这些文化的领域 所以今天我们才会造成这样的光景 所以另一方面来讲呢 我们也不要那么气馁 因为我们还没有打嘛 所以今天会这个样的光景 其实因为我们还没出手 那更重要的 其实也不是我们出手 只要我们出手 神就是为我们征战的神 不要小看我们自己 我想很多人也有提到说 这个七个山好像还不够 其实另外一个书中也有提到 另外一本书叫 The Old Testament Temperate Landa Corp 他就提到第八个山头 科技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所以我这里也不是说 一定就是这七个山 就是说 我们也是因为上课的关系 我们可以用这样七个领域 来探讨不同的 那当然这只是一个概略性的 还有很多细节的东西了 只是为了我们学习 为了这样有一个目标 所以我想就是用这七个山 七山的策略 来谈这些不同的领域 那你如果有特别的科技 其实就是可以放到这个 business这里 第五个 你说商界 它其实是business 所以我想就是说 让大家知道一下 这样一个概念 不是一个绝对的 你说圣经 圣经是所有 我们上次讲到说所有的领域 只是我们为了来方便探讨起见 我们把它用这七三 或者你说加了科技这样子 其实你那个 西行观点呢 你如果读序言的话 你也看到 它是后来又加了一张 就是科技这方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科技的发展是在这几 一二十年 iPhone开始以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整个科技的影响 所以就是一个简单的概念 那这个副标题呢 是我自己想的 这个就是 有版权的 开玩笑的 当然有些我也是参考的书里面的 但不是每个书 所以我还想到说 家庭 是 where we start 我们开始的地方 教会是我们受装备的地方 教育是我们被塑造的地方 政府是我们治理的地方 其实你不要想说这个 但我在想这个时候其实就可以定义这个山头了 如果大家知道我每天在带孩子们查经读灵修啊 我就要求他们定义一个标题 因为你定义这个标题 你就很清楚这个目的是什么 当我在想政府的时候 我一开始想的是说我们被治理的地方 你知道吗 我后来想说 no 对不对 像我们东方的思想说 我们是要做顺民的 政府是我们被治理的地方 后来想 no we are the people 我们治理的地方 ok 那商界是我们工作的地方 当然 我这里提到这整个是我们的工作的calling 我们的vocation 媒体 现在就最谈到的 就是我们传播的地方 艺术呢 我本来是想的是我们表达自我的地方 那后来我看了课本呢 它讲的是我们celebrate ok 我们传播 其实这设计是我们提倡 我们传播的地方 ok 所以呢 从下个礼拜开始 我们就会一一一起来学习 怎么样来影响这些山头 ok science是我们学习的地方 科技是应用的地方 所以这个科技是你学习 然后怎么应用出来 好 文化怎么被定义 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文化呢 是被少数的 所谓的精英所来影响的 书上提到特别只是 只有3到5%的人而已 我们都知道 我是住在纽约 纽约就是这个在山顶上的这个 纽约可以来主导很多文化上的事情 特别在这个 fashion 在这个 entertainment 很多这个金融 所以大家就提到说 不管这个文化是不是有多少 大多数人都是基督徒 但重点是说 谁能够来影响这个山头 这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吗 我们可以说在美国 很多人自称 其实到现在开始自称70%是基督徒 但是为什么文化 是那么跟信仰不一样 因为那个山头上面 不是基督徒的思想观念在掌控 那这一题我特别提到说 The mountain family must undergird all other cultural mountains 家庭是基石 所以这我们不要忘记了 特别在这个期间 我知道有很多父母们 读这个修这个课 修那个课 我很高兴你们来上这个课 但是希望不要因为这样 忽略了你们自己的孩子 忽略你们自己的家庭 上帝呼召我们每个人 在我们的领域里面 成为一个change agent 成为一个变革的推动者 我们reclaim the culture one person at a time one industry at a time one mountain at a time 只要我们开始行动 书上也提到 今天这些LGBT也好 这些种族这些推动的这些 他们其实已经花了好几十年的功夫 在那里不断不断的推动 今天他们是值得庆课的 因为他们努力 我们不能只是在那里 这些觉得很沮丧什么 其实他们是deserve it because they work very very hard OK 所以书上也提到说 即使我们有第三是great awakening 属灵的大觉醒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从根本上去 重塑我们社会中文化的形成 和这些制度的话 这个复兴是没办法持久的 其实我们过去也看到很多所谓的复兴 好像我们以为的复兴呢 就是教会人挤满的人 人很多人 当然这是好的现象 特别如果说我们是因为 因为罪为悔改 回到教会里面去 我们求神的怜悯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单单靠这样来 能够希望能够来影响社会 影响文化 这是不够的 除非我们能够回去 能够到进到社会里面去 去影响 特别是我们讲那七个山头 这句话我们真的是 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写照了 一人争多 民就喜乐 二人掌权 民就叹喜 特别这个KJV 他也提到说 The right is in authority 不单是一人争多 就是说 一人在这个authority上面 人民就喜乐 但是我们也不要停留在叹息 Right 因为这个是一个水煮青蛙 大家都知道 已经煮了很久了 感谢主让我们去年能够 醒过来说 哇原来我们煮了很久了 可是 还是有很多基督徒 还是有很多教会 还在那里煮 还没有醒过来 所以 今天你们来上这些课的呢 就是要做这个Change Aging 你要让 我们要让更多人 能够知道现在的光景 我一直很 这是从Albert Molyneux那里学到的 他说 他也是 一个神学家 他说 这个道德革命呢 有三个步骤 有没有人想猜猜看 第一个步骤是什么 或是我先给你第一个 你就可以想象说什么 OK 几乎被普遍谴责的事情 现在几乎被普遍庆祝 OK 你如果把它换到 比如说这个 同训婚姻好了 好吧 以前是几乎被谴责的 现在是几乎被普遍庆祝的 这是第一步 那第二步呢 有没有来想看看 第二步会是什么 我猜是他们 silent your voice OK 过去被庆祝的 现在被谴责 就是 你可以发现 BLM要摧毁的 就是这个 Nuclear family 就是你有一夫一妻的 OK 所以过去被庆祝的 现在被谴责了 第三个 拒绝庆祝人 被谴责了 这不就是现在的光景吗 我们拒绝庆祝人 我们现在是被谴责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就活在这道德革命三个步骤 显明在我们这个世代里面 好 七座三 那我们怎么样去成为一个变革推动者呢 如果你有更好的翻译跟我讲一下 找不着找change agent 每一个人心里面 我们都有一个改变世界的一个desire 不是吗 所以呢 一个change agent 就是被选择带来改变的人 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够 我看这里今天上课有多少了 哇 刚好超过300位 有301个 我们愿意尾声在这个世代 被神拣选 来做一个change agent 真的我们不要再去看世代的邪恶 也不要躲在象牙塔里面 好像就放弃了 其实这个时候 正是我们兴起的时候 我就自己 有一个 可能就看了 我就 呆路一下 就是说 我们要成为一个change agent 首先 我们要成为一个被改变的人 当然怎么说 我们是要被神改变的人 个人危机 往往是我们人生中 更大故事的前门 不就是这样子吗 今天如果不是有这样的疫情选情 我们今天不会在这里 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前门 OK 我们刚进去 我上礼拜在这个世界观1.0的时候 放了这个短片 我觉得 还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短片 看到Chuck Coulson 他怎么样在人生的危机里面 变成神使用他的一个前门 这整个是英文的 很紧的 特别你如果是第一次接到 Chuck Coulson I have watched with a very heavy heart the country I love being torn apart by the most divisive and bitter controversy in our nation's history If this is to be a government of laws and not of men 这么说他没有声音 And those men entrusted with enforcing the laws Must be held to account for the natural 有声音 没有声音吗 有声音 有声音比较小声 有声音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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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继续 他一开始 yeah 嗯 consequences of their own actions and not only is it morally right that I plead to this charge but I fervently hope that this case will serve to prevent similar abuses in the future 声音很小 OK YouTube的声音可以放到maxima 没有声音 OK OK 我把那个Audio的声音放到更多 Slammy 你是不是忘了ShareAudio 有有有有有趣的Audio 但是 有声音 有声音但是有点小 yeah 他可能 我可以听见 他可能他自己的那个 可以听见 声音有点小 YouTube的Water Bar 把它调到最高 OK YouTube的Water Bar YouTube那个Bar那上面 OK yeah 好 我们再试一试看看 哦 不见了 每个人自己视频也要调高 自己的电脑 yeah 我自己的电脑已经调高了 我说每个人就是 我们声音很好 非常好 自己的computer可以调高一下子 OK 等一下 我也要找 把那个视频找回来了 OK 哦 这里有音响 OK OK 抱歉 刚刚那个 yeah YouTube上面 他可能比较 低 OK 我们再试一试 看得到了吗 可以看到 OK OK I was a driven guy I had crumbed depression years where I saw neighbors standing in bred lines 可以 I was going to get to the top on the top no matter what because I wasn't going to ever be caught in a position that I saw like that 我也听不到 还听不到 我们能听到 有声音啊 我们听得到 听得很清楚啊 这是你自己的那个 computer的问题 我们都听得很清楚 看一下 不好意思 接着放吧 谢谢 能听到 现在可以看得到吗 现在可以看到吗 一直都没问题 我们听得很清楚 所以不是你的问题 是那个个人的问题 OK 那现在可以看得到 screen吗 没有看到 现在看不到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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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重新 OK 看不到也没关系 看一看 也因为是 video 好吧 不好意思 这个总是在这个科技上 就会 还是会有 牧师麻烦把link发到 然后 chad里面 对 好吧 之后之后 好不好 现在我们上课的时候 OK 好 然后 没有 I was a driven guy I had grown up in the depression years where I saw neighbors standing in bread lines I was going to get to the top 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because I wasn't going to ever be caught in the position that I saw my parents in I won't say I didn't have a conscience, I did I had almost a self-righteousness about me Self-righteousness is the worst enemy of all because you can't see your own sins I ended up going to prison because of that I have committed my life to Jesus Christ I can work for the Lord in prison or out of prison That's how I want to spend my life I discovered they're all like I am I suddenly realized I'm not any different than these guys I'm not any better than these guys I committed a crime too Mine was, you know, nobody got killed but we both prisoners We had that common I want to stop crime but I want to stop it by the only way to ever be stopped and that's changing the human heart the problem is not education the problem is not poverty the problem is not race the problem is the breakdown of moral values in American life Exactly right and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can't respond I came to love men I came to know them as brothers men that before in my life I'd have gone to any lengths to avoid meeting or being with but above all I saw the miracle of how God works in the life of man I can tell you that this has given me a new understanding on how to live the second half of my life and not with the understanding of what I can get or what I can attain in life The first time I met Chuck Colson I was in state-issued clothes in prison and he shook my hand and told me that there's a different way to live that there's a path that I must take where is the hope where is the hope where is the hope I meet millions who tell me that they feel demoralized by the decay around us where is the hop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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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hope that each of us has is not in who governs us or what laws are passed or what great things we do as a nation 我們的祝福是在祝福的力量 在人們的心中的心 那是我們的祝福是在這個國家 那是我們的祝福是在人們的心中 到達到 Amazing Grace without shedding a tear or two and especially in a prison because it's the Prisoner's National Anthem and I've never been in a prison and sung that and haven't seen eyes glistening in the light. It's so meaningful. I once was lost. They're lost in that prison. Now I'm found. We were holding hands singing that and all I could think of was what God has done. and how great it is that He has given us the privilege for the 35 years of singing that song inside prison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all I could think of was all the places I've been and all the prisoners I've seen and all the people without hope. And you can join the hands. It was one. It was solidarity. We were one with them and they were one with us and we all knew it in that room. and my mind just kept flashing over the sovereignty of God because I didn't do this. I never strategized this. It wasn't part of my game plan when I got out of prison. I might do it for a while to help the inmates but I wasn't going to spend my life doing this. And yet God ordered my steps every moment, and I didn't do it for a while to help the inmates.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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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f you didn't hear it, I'm sorry. I'll put this video in the chat. You can watch it. I'm always very impressed. Chuck Colson is the first person of God's改變. So I hope that in this process, we really don't want to be to be ashamed of those with our own people, with our own people. We don't want to use those women or those things. I'm very upset. We don't want to use the law of God's改變. 去批判别人呢 其实他们是 只是跟我们 他们看到这些问题 他们做了 只是因为他们被世界所迷失 瞎了眼睛 他们 所以千千万万 让我们做一个 先被神改变的人 我们不是用那种苦毒怨恨 去打这场仗 所以我觉得Charles Coulson 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第二个 让我们成为一个探路者 一个Pathfinder 当我们看到问题以后呢 我们需要 OK How do we solve it 所以呢 这个书提到说 我们要提供地图 和不可缺少的雷达 是我们在祷告传福音 在这些活动里面 我们不是这样麻木的轰炸 而是能够对准 对焦 能够产生impact OK 所以Charles Coulson 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一方面 我们一直在这里学习的时候呢 我们就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对焦 OK Hitting the target 第三个 我们要成为一个问题的解决者 Be a problem solver 而不是 Troublemaker OK 我们每个人都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创建的 OK 所以呢 很多年来我们以为呢 最好的方式去影响呢 就是传福音 对吧 在城市里面办不到会 这些活动很重要 但是没办法改变社会 一定要加入这些 在每个领域的影响力 把圣经的观点带进去 我们才能够来改变这个文化 特别呢 最近我们也在查经的时候读到约瑟 我在看到 约瑟他不单单是给法老解梦 他还怎么样 他还给他策略 他知道有七年的丰收 有七年的 这个 饥荒 所以呢 他就说请法老派一个人来管理之地 来怎么做怎么做 这就是我们要能够 自己不行的话 我们培养我们下一代 成为一个解决问题的 所以呢 我们要 We gain influence by being better OK 我们要更好啊 我们要变得更好 并成文化领导者 或者去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而获得影响力 所以我们绝对不是说呢 我们这个 这个IBD学校不好 我们就就放弃 好像就把这个领域放弃了 我们要比他们更好 郑慕师不好意思打断一下 能不能把那个host再给我一下 我刚刚不小心把你变成host OK 好 我也我等一下要分组 对 那我 我要找你了 OK 可以了 谢谢 OK 所以你看 但一里 圣经说呢 他比其他人都聪明十倍 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带领我们年轻人 能够充满的 比外帮人聪明 是因为他们 神给他们聪明智慧 所以能够来在这个 现在这个世界上来解决问题 这个马丁路的这句话写得太好了 不处理当今问题的福音 根本不是福音 a gospel that does not deal with the issue of the day is not the gospel at all 你会发现太多时候我们只讲福音福音 但是我们不deal with today's issue 那is not the gospel at all 好 所以我只是个人用那三点 就是说 我们今天要成为一个change agent 你先要被神来改变 OK 你要知道我们只不过是蒙恩的罪人 不要带着苦毒怨恨 不要带着杀气出去 OK 第二个我们要什么 有没有人能够回应一下 第二个是要什么 成为一个什么 be a pathfinder yeah be a pathfinder 探路者 第三个呢 we love and suffer OK 我想这是给我们一个preparation 那接下来我们看 那如何 how to really make a change OK 第一个 authority operate by authority from God not our own right 谁帮我读一下这个经文好吗 来吧 OK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咬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 看哪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世代的终结 好谢谢这是我这个一个新的版本 你看他这里先提到出去前的 那权柄要先拿到 OK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耶稣叫所有的门徒来给他们权柄 好 所以我们今天出去前呢 我们要知道 我们现在从神那里得到权柄 就好像那个以前那个钦差大臣 对不对 他从皇帝那里拿到上方宝剑 我们不要一直一下自己就说 然后我奉耶稣 但是你却我们却没有 claim那个authority OK 所以要先从神那里 那这个authority 你也可以看到 神原来是给人的 当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说要孙养中路骗我们权利 这里是管理海里的鱼 这里是dominion have dominion 这个字呢 大家都现在都很不喜欢的 就是说dominion 认出 但是你看到神当初 对啊 dominion选举的时候 那个系统不是是dominion吗 OK OK 但是这是神给人的时候 是要have dominion over his creation 我不晓得中文怎么比较翻得好 这我自己画的 我给你唱了 比如说神原来是神 对不对 他创造了世界 但是世界因为罪 整个世界就落在撒旦的手里 我们上个礼拜也提到 所以世界是在邪恶的这个手下 但是神呢 为了这样就type of 耶稣基督 来 destroy 撒旦的作为 这圣经写了 destroy撒旦的作为 然后呢 基督徒能够 重新进去 影响 因 入世 不属世 希望这能够表达一些 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的一个处境的光景 所以耶稣基督已经打败了撒旦 所以已经有他实力复活 所以有这样的权柄 这个是一个在麦当劳 把整个麦当劳成为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的 叫Ray Kroc 他说 我相信上帝家人和麦当劳在办公室顺序相反 以示意来 我今天要讲就是说 很多时候呢 现在的社会呢 把信仰 把你们基督徒就把信仰 留在家里面 留在教会里面 你们在外面是没有权柄的 我跟你就在你们家里面 这是我们要突破的 我们要 把这个谎言 把撒旦的谎言给突破 你又没有发现呢 其实很多时候呢 真的是什么 师出有名 对不对 你师出有名 你就得到那个right 所以为什么这些 今天在真的就是这些 你打一场仗的时候 你有没有师出有名 这个16年的时候 Tim King 他是Hillary的这个 Ronnie Mays副总统候选人 他是一个很所谓很近前的基督 天主教徒 他是在这个 耶稣会里面 如果学过教会历史 你知道 耶稣会是很严谨的 天主教里面的最严谨 他是在天主教 这个耶稣会里面 从小被栽培长大的 还当过宣教士 结果他怎么说 他说 I separate a person from political 我他个人呢 不赞成这个堕胎 不赞成这个 就是说很保守的 但是呢 他说我现在是在公众场合的时候 我的face是my personal的 今天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拜登他那时候 他也是很虔诚的天主教徒 但是 doesn't mean much 因为很多时候 世界跟你说 你在外面这个没有权柄 你只能放在 你的自己personal 但是神跟我们说 你如果我们 如果按照 遵行神的法律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 作首不作为 我今天讲的不是成功神学 而是我们今天 要靠着神的诫命的时候 遵行的时候 能够 become a leader 能够在这个各个领域里面 能够作首不作为 居上不居下 但是是要遵从耶和华的命令 不是靠着我们自己 很多时候呢 我们会在特别职场那些做见证 今天请来一个CEO 今天请来一个什么做见证 只是因为他是基督徒 然后事业也很成功 但是你不晓得他是怎么成功的 他可能做的方式法则 可能根本不合乎圣经 只是因为他今天好像在四人眼光成功 然后他又是基督徒 那这不是我们想要提倡的 所以第一个 一定要先拿到权柄 要claim那个authority 我们在讲到 特别下个礼拜讲到家庭之后 我们可以提到父母authority 然后第二个 我们要透过爱而不是掌控 这个我请我这个 利明是不是 你能不能帮我们读一下 马太福音22章37节 耶稣对他说 你要尽心尽信尽意爱主你的神 这是最大的 且是第一条诫命 第二条也是如此 就是要爱灵如己 这两条诫命是一切 律法和先知书的总纲 好 谢谢 所以我们出去 如果影响攻战三头也好 不要忘记的 这些都是hide的 我们是要为了爱神 其实真的 如果我们特别面对这些议题的时候 你爱神不够的话 你就因为爱人 你就偏移了 特别在这个性别的问题上面 太多年轻人 他们是真是爱 他们是真的爱这些人 所以他们会导向他们那边 可是我们常常说 你要爱这些人 爱对的时候 你要先爱神 我们是不是真的爱神 如果爱神 是不是知道神所喜爱的 神所恨恶的 太多时候我们不晓得神所恨恶的 因为我们不kir神 所以你真的是爱神的话 你怎么会 你怎么会让你的孩子 去学这些诋毁神的事情呢 如果你爱神够的话 我相信你不会这样做 毕竟我们爱神还是不够的 比如说 你今天如果你非常爱你的父母 你会让你的孩子 去学这些东西 然后再诋毁你的父母的吗 think about it 所以就是说 我们还是第一个人 我们爱神够吗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够真的去爱人 所以这个 Human他说 我们是要用这个 不是去用 虽然我们得到权柄 但是我们不是用去掌控的 我们是要去爱和顺服神 是一个顺服的结果 我们才能够去影响这个世界 这写得很好 因为我们从爱来 来operate 还有服侍 我们才能够 才能够吸引人 他们才会去follow 我们不要用一种 很那种 很 那种 战斗语气 然后去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呢 就对立就很大 我们要很高兴的 活出展现神的法则的时候 让他们觉得 beauty 这吸引人 OK 然后他们就会跟随 我觉得这是 我们要 当然我们不要忘记 还是一个属灵的征扎 OK 但是另一方面呢 我们在 影响这个山头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看 比如说 人家 我常常提到 比如说 人家来到 我们的家里面 来到我们教会 会不会觉得 这个地方充满了爱 会不会觉得 能够吸引人 如果没有的话 你在讲的 在多好听 多正统 但是你 你没有那样的 氛围 不会吸引人的 所以你看 一个家庭呢 如果没有爱 一个家庭 如果没有和谐 你整天在那些读经 祷告 是没有用的 我听到很多 所以有时候 我都很怕 推广这个 家庭崇拜 Family altar 因为我听到很多 特别是在 父亲是传道人的 的家庭长大 有一个姐妹 就跟我说 她小时候 如果没有背圣经 就不能吃饭 你知道吗 所以她长大以后 她很 Hate Family altar 我们把它弄成 这样的一个方式 吸引不了 我们的孩子 吸引不了 我们的别人 你把它变成 一个 Legalism 你今天 我们全家都没有 每天都有 读经祷告 我说孩子 没有背后 然后他们就被受处罚 OK 所以呢 让我们 用爱和服侍 来能够 服侍这些 不是这些人 我这也要提到 就是说呢 我昨天晚上 在我们的 Youtes Group 跟我们的Youtes 有很多的 这一方面的讨论 真的 我就是从这些 我要一些学习 如果 我们用一个 很 很 很 angry tone 很这些 来跟我们 谈这些事情的时候 只是 kill them more off 我就 我就说呢 其实呢 真的我们要有 更多的 爱的行动 关怀这些人 而不是只是 谈骂这些 跟我们信仰 理念不合的人 我们这样 没办法 没办法 真的 没办法 达到什么 神要我们做的目的 我们 OK 我们可以再讨论 最后一个 就是说 透过网络 而不是个人 operate by network not alone real change happen when network bend together for change 当我们 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能 产生 真正的变化 感谢主 让我们今天 有这样的连结 历史上 关键角色 不是个人天堡 而是 network 从这些网络中 建立新机构 这是产生 文化变革的地方 当精英网络 与其领导 结合从业 改变世界 这个翻译 还不是最好 就把英文放在这里 你的意思是说 World change is most intense when networks of elites and the institutions that live overlapse 总之我们今天 不能只是靠个人 我们要联合在一起 能够来 一起来影响 这个经文也提到了 我们时间外 就不再多读了 他们神说 所以我们都合为一 就可以让世人相信 OK 上次我们提到 那书里面也特别有提到 这个叫 克拉鹏联盟 就是讲了 William Wiverforth 这个书里面提到 这是西行观念里面的书 他说 这一群有人 我们常听到说 William Wiverforth 他是把这个奴隶制给废除掉了 但是他后面有一群人 交情逐渐深厚 彼此关心亲密 团结一致 他们在一起计划努力 就像从不解散的委员会 他们因着有共同的理想 而聚在克拉鹏华宅内 所谓的内阁会议中 在那里讨论种种错误和不公的国词 以及怎样作战 才能建立公义 后来无论在国会之内或之外 他们都如同一人 每个人做自己最能胜任的工作 坚守共同的原则 以至能实现共同的理念 这一群基督徒 真的要说表现 其实在英国 也没有这样出现 所以盼望我们能够 年结我们有同样意象的 我们如同一人 今天其实呢 很多时候你会看这些政党 为什么 你说一方面你说 你说共和党 很多根本就是 不是如同一人 所以很多时候 你如同一人的时候 你产生的效果就不一样了 就像这个祭司 不能一个人抬 要四个人一起抬 步伐要一致 所以呢 这也是书里面提到的 你们五个人要追赶一百人 一百人要追赶一万人 仇敌必倒在你们的刀下 我特别算一下 你看五个人追赶一个人 只是二十倍 一百人连累到一起 可以加成一百倍 这个一直在谈 很多 我们也用了很多次了 当然 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头会累 累他就换到后面去 让另外一人上来 另外一个 为什么 这个formation 可以省下多少力 应该知道了吧 我讲了好多次了 可以省多少 百分之七十 yes 谢谢 剩下百分之七十 所以一个人飞是很累的 但是让我们 成这个formation 就不一样了 OK 最后用这个 Reed Warren 他的conclusion 他说 第二次宗教改革 第一次宗教改革 是怎么样 是关于信仰的 但是第二次呢 是关于行为的 believe behavior 第一次是关于 create 信条 第二次是关于 these 行为 It's not going to do be about what church believe but about what the church is doing OK 是的 信仰非常的重要 但是我们 有了正确的信仰以后 我们怎么行出来 所以这是第二次的 宗教改革 这是Reed Warren讲的 马丽路的把 Word of God 把神的话语带给的人民 但是我们你说这个 Faith at work 或是说这个 我们现在这个Movement 就是要把 Word of God back to people 把神的工作 带回给人民 带回来